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世界一把抓 我在礼拜三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在这个小时跟各位谈 整个这个礼拜 以及接下来重要的国际事务 尤其是影响到亚洲 以及台湾关注的 那这个节目呢 一直就是这个相当的 投入在整个现在 特别就是拜登上任之后 到底这个他的亚洲政策 他的对中国大陆政策 以及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是什么 这两个礼拜当然大家关注的是什么 也就是3月18号19号 中美两国在这个阿拉斯加 举行的这个高层会谈 他是2加2 两个加两个 但是呢不能把它称为2加2 因为美国跟他的盟邦日本韩国澳洲 以及印度 就是都有举行两个外交部长 加两个国防部长 的这样2加2 所以美国不把它称叫2加2 然后呢中国大陆这边希望说在这个3月18 19的这个对话呢 已经是这么高层了 对不对 基本上其实就是差元首的直接的会面或者是视讯的会议 而且要谈三个回合九个小时 那就是一个战略对话嘛 过去欧巴马时期的时候 布林肯 现在的国务卿 以前的副国务卿也参加过 但是布林肯说 No 这个不叫战略对话 这只是一个单次的 虽然是长达三个回合九个小时的这样子的高层的对话 但是呢 这只是一个单次的 以后会不会进行 看你们的反应 Well 大家都关注这个议题 杨洁篪在这个会场上 也做了很重要的这个发言 使得这场会议成为 整个世界趋势 格局 中美关系的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是一个转捩点哦 没有错 在未来的中美外交历史上 他已经有深刻的意涵 在这里面 因此呢 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事情 我今天要分四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 在这整个会议举行之前呢 其实你看得到很清楚 整个美国这边 国务卿布林肯 国安顾问苏利文 以及国安会里面的亚太事务协调官 就是坎培尔这三个人 的整个就是布局 这个布局其实很多人在看 3月18号的这个阿拉斯加会议的时候 都把前面的整个大概的这个过程 其实没有多久 大概两个两个礼拜不到的时间 把这一段给忘了 这段很重要 因为会发生3月18号的中美的直接的言语的碰撞 甚至吵架 会出现到整个这个开展中美关系的一个新业的这种转捩点 其实跟前面这个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美国布林肯的这整个布局是密切相关 密切相关 历史的事件不见得就是说走到哪一个时间点 它自然会发生 格局或者是结构 事实上是主导的 没有错 中国大陆的各个方面 从国际到亚洲的影响力 主力提升 2028年甚至可能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这是结构层面 也就是说结构大概出现了变化的时候呢 自然就会出现一些可能的碰撞或者是这个互动 但是呢 它还是跟实际上主旗逝者的这个操作 政策 布局 密切相关 怎么来的 怎么展开 其实也都受到这个影响 魔鬼在细节里面 而细节 事实上会影响大局 在这个 这个就是阿拉斯加的会议当中 布林肯搞砸了 他做了一个大局的这种布局 但是呢 事实上 给予极限的压力 而他忽略了 对亚洲国家 对于中国大陆 的这样子的这种极限压力的作为 Enough is enough 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整个 结构 跟前后 的这种变事件的变化 以及他自己本身的布局去做连结 去做思考 没有做一些先前的这个沟通 所谓产生阿拉斯加的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双方的 这种对话 这种激烈的对话 第一点我要评论这个东西 我觉得布林肯 搞砸了 而且我觉得布林肯 舒利文 或者是坎培尔 这三个人当中啊 到明年 应该会有一个人会去职 因为他们的 这种集体性太像了 他们的集体性太像了 个性思维 那这样子的话 缺少在整个政策的布局当中啊 一种不同的主张 跟这种就是声音 所以呢 我觉得 尤其可能是坎培尔 在这里面的角色 很关键 到明年 不会到今年 因为今年 这还是要有点面子 因为 属下做错 老板要扛这个责任 拜登会有 这个了解 美国的媒体内部啊 通通都没有对这三个人 有什么样的评论 反而是之前那个 就是 是蓬佩奥 反而是指责 布林肯 你应该 马上 拍桌子就 或掀桌子就离开了 这样子的一种评论 当然 这个 那就严重了 那就严重了 但是呢 第二个 我要评论的是 这个会议 到底的意涵是什么 这个会议的意涵是什么 整个 这个会议 阿拉斯加的会谈 还是进行了三个回合 将近九个小时 双方 没有任何的 共同记者会也没有各自开记者会 事实上等于是不欢而善 最后有一点想要弥补说 在这个后面来 后面的会谈 是有谈到一些共同关注的议题 例如气候变迁 伊朗 北韩 以及阿富汗 但是也就如此 然后都说是一个坦率 但直接 的这个会谈 有一点 双方互留余地 当然都知道 这样子的一个会谈 如果就真的掀桌子 美中就开始 就是冷战 甚至走到相互的 这个报复的阶段的时候呢 对彼此 都没有利益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会谈 但是杨洁篪的讲话 以及布林肯 这整个的这种反击 反应 代表了什么意涵 第三个我要谈的是 在这个会议之后啊 美国恼羞成怒了 美国恼羞成怒了 因为在会议当中 杨洁篪指的美国骂美国 你们的黑人命 也是命的运动 不就证明你们美国民主 是有问题的吗 你们不只有种族的问题 你们民主也不是 每一个人都支持你 哇哦这个不管是 我这两天很喜欢看那个 就是福斯电视台的 这个新闻 他们就不断的说 一种意气前因 中国怎么可以指的我 骂我们的人权 这种不可思议的 这样子一种评论 那当然 拜登布林肯 以及他的好朋友们 尤其是五眼联盟 加拿大英国澳洲纽西兰 对不对 老大哥受到了屈辱 在跟中国的对话当中 被指控 我们的 这个民主 美国的民主 就是西方的民主嘛 的典范 不管他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我们自己检讨的空间 不是你指的骂的 这个这个理由 那所以呢 马上就报复 报复什么 新疆 种族灭绝 制裁这些个人 从欧盟开始 欧盟这个时间点 抓得真好 3月22号 然后呢 美国马上 跟着 和英国 加拿大 三个国家 共同发联合声言 也制裁 中国大陆的这个官员 澳洲纽西兰 当然在整个游说之下 很快的也 用外交部长的这个声明方式 附和 可是他没有加入到 美英加三国的联合声明哦 有没有看到这个差别 虽然他是五眼联盟 但这两个国家 其实是在亚太 在亚洲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报复行为 这是一个恼羞成怒的 报复行为 他不叫制裁 他的重点不是人权 他根本引错了 什么叫做种族灭绝 这是我的评论 最后 我们的标题就 下的是 这个礼拜四 美国时间 3月25号 拜登终于要开记者会了 这个记者会 其实等待已久 超过60天上任 1月20号到现任 现在的这个时间 3月25号 你看哈 超过60天 他终于要开记者会 那个 呃 这个 Bill Clinton 跟奥巴马 都是不到 大概 一个礼拜多 两个礼拜不到时间 就马上开记者会 而且经常开记者会 我们现在很怀念 川普的记者会 对不对 但是呢 拜登终于要开记者会 而且各位 这几天 又是Fox News 告诉我们的 这几天 拜登都没有行程 统统一个行程都没有 在做什么 在做演练 在做练习 在做这个 等于是 这个 被 呃 他的幕僚 跟他做这个 所谓的演讲 啊 以及提问 的反应 哦 以避免 他的这个记者会 出问题 很奇怪 拜登 这么长时间的政治人物 经常开记者会过去 面对媒体 哦 即使是这60天 他有的时候会停下来 回答媒体 一两个话啊 当然都 先安排好的 你看那个媒体 问的方式 跟拜登的这种回答 也就是说 因为 美国的许多的媒体 现在像CNN啊 许多的这些三大媒体 事实上是 相当的 就是给予拜登的这个支持 啊 或同情 所以 这一次公开的记者会 很多的议题 可是呢 一定会谈到三大议题 第一个就是 现在美国边境南边的 这个移民问题 也就是这个 或者是非法移民 集结的大量的人民在那边 来自于中美洲 跟墨西哥 光是二月 入境到美国被逮捕的 已经超过十万人 十万人哦 二月哦 三月到现在的数字还不知道 所以现在整个美国的边境啊 面临很大的这个问题 这是拜登第一个回答 第二回答就是中国问题 也就是阿拉斯加的会议 以及他在这个亚太的这个布局 所以那第三个回答 当然就是经济 我个人认为 在这个记者会当中 本来以为说拜登跟这个 他的幕僚 布林肯这边呢 一个半白脸 一个半黑脸 但是现在这整个情势变化 在阿拉斯加会议之后 其实拜登会同样的重复 重返亚这个印太 价值反中 也就是在民主人权价值层面 绝对哦 是站在就是说美国的这 这个自自我的价值 然后加强对中国的这个 就是说批判 以及制裁 先看哈 布林肯搞砸了 我觉得其实布林肯 整个规划的 你看将近两个礼拜 从四方安全对话 本来一个在角落里面 大家都觉得是 基本上那是一个反中的 一个诉求嘛 但是呢 随着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 跟区域的影响力 你在这个所谓的 以民主为这个串联 包含美国日本印度澳洲的 这样子一个概念 在2007年提出来 没有人去支持这样子一个概念 你能达到什么目的呢 你基本上只是 把你自己更凸显出来 你能达到什么目的 促进经济 然后呢 改善这个促进中国大陆 改善人权 或者是说 这个形成一个军事联盟 都不可能 也不会这么做 所以呢 一直都不受到重视 一直到17年18年 两三年前的时候呢 川普的政府才把他挑起来 也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平台 外交部长之间的偶尔的见面 结果布林肯把他一下子拉起来 变成一个拜登元首亲自出面 来去把这四国的元首 这四国就当然会配合 老大哥出来了嘛 superpower要求这么做 一定要配合 但是呢 我想他们大概跟中国之间 一定都有怎么样这个通气 或者是相互的招呼 某种程度在这个议题上面 都已经设计的很好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不提中国大陆任何一致 但是呢 所有的议题 美国的主导很清楚 布林肯 坎培尔的主导很清楚 也就是要针对的中国 从这个疫苗到稀土 到这个科技 甚至将来到海上的军事演习 这都规划好了 以及到整个工作小组 还有这个元首的将来的面对面的会面 在年底 时间表都讲好了 这个东西就是美国要加强跟盟邦 民主的同盟在印太地区的这个结合 好很快的呢 布林肯跟就是苏利文 两个二加二跟日本韩国 在跟日本韩国的时候是见面90分钟 但是从出国前的这个国家安全报告 然后呢这个外交演讲到出国前的记者会 一路在高调的在批判中国大陆 从这个东海南海台海香港新疆 台湾 然后呢到这个整个经贸 以及违反这种国际秩序 不遵守国际规则 破坏国际的稳定啊 等等之类 各个层面 从地缘的人权的经贸的 到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作为破坏国际规则 而且不断的在讲 在他的演讲 在他的记者会 到二加二跟日本的这个二加二 等整个就是说 这个分别开始的跟日本的外务大臣 这个防卫大臣的这个记者会 以及到最后的这个共同二加二的这个联合声明 整个第二段里面 完全就是针对中国大陆 第一句话就是讲 中国的行为和国际规则不相符合 就这样一句话 句点 然后呢接下来就讲 所有我刚才列的这些项目 日本人 日本这个右翼 尤其是安信夫 因为安信夫是安倍晋三的弟弟 然后呢 事实上是相当的就是保守 相当的这个右倾 那他代表的这个意见 当然是代表在自民党里面 比较相当程度反中的这个意见 所以布林肯在去跟杨洁篪讲话的时候 他说我在亚洲地方这个行走的时候 许多的声音 许多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官员 不断的跟我讲 对于你们的这些抱怨 对于你们这些违反国际规则的这个不赞同 他如果听安信夫讲话 那当然是如此了 对不对 他如果我们去接听那个二阶 的这个讲话呢 那可能就不一样的声音了 所以基本上 在整个 美日二加二的这个联合生命里面 让日本实在是惊喜万分了 菜单全给你 每一道菜你要什么就给什么 搞到后来日本都刻意在降低 这个就是说 把他这个低调处理 因为觉得有一点太超过 他们其实只要海警法 以及带钓鱼台 的这个问题 然后也许在南海上面 其他的问题 其实根本日本这方面并不是这么在意 当然美国要 他也必须要负荷 然后布林肯到韩国去的时候呢 韩国很清楚 很谨慎 整个书面的东西完全不提中国 重点是美韩的军事同盟 重点是整个韩半岛 朝鲜半岛的这个非核化 可是呢 布林肯在他跟这个韩国的外交部长 的记者会的时候 一样开始在骂 中国移谓的违反国际的承诺 挑衅的权威的这些作为 造成国际秩序的这个混乱 各位你想想看 像这样子的不断的这些布局 从四方到两个二加二 从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到他的演讲 到整个二加二的内容跟记者会 一路接下来 然后呢 就要你中国大陆来美国的领土 阿拉斯加的安卡拉治 开九个小时的会议 这不就是以上这个零下 然后呢 居高零下指的你 我告诉你 我这些朋友们都这样子不赞成你的观点 我们在一路上都讲到出你的问题 你就好好听着 他果然在讲的同样的话 你觉得 中共的领导人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如果被这样子指责的时候 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而实际上整个结构 已经不是如当初 即使是欧巴马时期 大概都已经不会这么做的 你当然面临到杨洁篪的强烈的这个反弹 所谓 你没有角度 不吃你这一套 你没有这个 这个从这个角度来对我这样子说话 整个 安克拉治 阿拉斯加的这个中美高层会谈 我觉得两大意涵 第一个 中国平视世界了 击吐两大强权的体制 在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当中正式宣告了 过去我们当然讲了很多 不管是媒体上 这个言或者是评论上 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报道上 但那都不算 真正的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表态 这样子的一个表态 而且是直接呛声回去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正式的宣示 这个安克拉治 阿拉斯加的美中高层会谈的第一大意涵 也就是基本上 至少在亚洲的两大强权的体制确认 中国跟美国可以平视亚洲 平视世界 也就是站在同样的这个高度跟角度 而不是在过去仰视你 或者是你可以以居高临下的 这样的角度 没有这样子一种高低的差别 从实力的这个角度 从制度面 第二个大的影响是什么 杨洁篪对美国的这些意见的批判 使得其实整个亚洲国家 你看即使是澳洲纽西兰 在这一次的这个制裁当中 也只不过是外交部长这个负荷 亚洲国家就了解到 中国大陆现在开始 美中之间会进入到一种 对抗性的竞争 对抗性的竞争 而且基本上对抗的这个氛围跟这个气氛 会相当的浓厚 这个是我们看到整个在阿拉斯加的这个记者会 所带来的最大的这个影响跟冲击 杨洁篪 1950年生 他其实早期的时候 在1968年还到 电表厂去做这个学徒 做了四年 然后呢被周恩来的这个计划呢 找了去到英国去留学两年 在中国外交部做了15年的翻译 他是以中学的这样一个学位 在1972年的时候 到了英国去留学两年 做了15年的翻译 进入到外交体系里面 有今天的作为跟表现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今天谈四个层面 我前面已经讲了两个 第一个我觉得整个 中美阿拉斯加的高层会谈 是美国方面的布林肯搞砸了 有一点过于 这种极限的施压 完全不知道 跟你交手的对方 他的接受的程度 以及过于就是 用手指的对方 指的对方的内政的问题 指的对方自我骄傲的层面 指的对方的这种不符合 不做你的跟随者 就像是你看到一个 这个黑道老大 不断的指的这个他的挑衅者 在骂 而且是一而再 再而三 那布林肯的这样一个设计 其实我觉得 是真的是太超过了 大家 在美国这方面检讨 现在已经开始要出来 纽约时报就有一篇文章就说 不要再讲硬话了 对不对 你不要再讲硬话 不要再讲狠话 你到底端出来的 对中国的政策 实际上的政策是什么 现在经过了川普的四年 这个孔子学院都没了 对不对 然后呢成都跟这个就是 这个 云士顿 的领事馆也没了 然后呢双方的这个记者也都不能够 去相互访问了 注点了 这些东西过去觉得是最基本的嘛 在相互的报复 有一些是 绝大部分是美国这边发动的 中国这边 这个回应 那你在川普时间这么做 那你接下来怎么做呢 至少两国之间 在新闻 在语言 在文化 在领事 的这些领悟代表的这些事务上 是不是至少恢复到基本的这个层面呢 基本的层面呢 还不去讲 这个关税 贸易谈判 科技 以及 接下来甚至今天已经开始要举行的 气候变迁 的这个大会 这些东西你到底端出来是什么东西 你要怎么去降低现在平均20%的中美之间相互 进口产品的这个关税 这个你自己讲了很多遍嘛 对美国的这个民众 跟企业已经造成很大的影响 这些东西都还没有端出来 论最基本的你还没有拿出来 你已经就开始不断的在 制造这样的层面 很清楚 这个是布林肯 以及拜登认为说 他不要背负受敌 因为他现在面临到国内的许许多多的问题 才就职60多天才敢开第一次记者会 百天之后能不能达到这个一定的内政的 不管是防疫 经济移民民主 他自己讲的四大层面 能不能达到一定的这个 就是说成效 这个时候如果去挑起跟中国大陆这边 改善关系的这些作为的话 和解的这个氛围的话 马上共和党媒体就会攻击你 因为从大概17年18年 谢谢川普 整个美国的民众跟媒体超过七成 对中国大陆抱有比较负面的观感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你看每一个这个拜登的官员去这参议院做听证会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把调子抬得相当的高 甚至比过去的蓬佩奥的这个调子还要高的反中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一个观点出发 然后呢希望说在这个问题上去结合亚印太的这些同盟国关系 至少在言语上在态度上 要把中国的这些问题要挑出来 以避免美国的国内 共和党对他的这个批判 使得他内外受到夹击 而他必须要这个专注在国内的议题的这个这个处理上 你才能够在明年的2022的其中选举 保持民主党在这个参议院的这个席次 因为民主党在参议院席次刚好50席就能够维持多数 那这个时候会送到很严重的这个挑战 而上一次选举 众议院的席次事实上共和党还增加耶 所以基本上其实他有这样很大的这个压力 本来以为说是要这么做 然后呢也许在一个时间点在这记者会的时候 拜登的记者会出来可以办一个白脸 拜登的这个对中国大陆的发言当中 都一直不断的强调 这个不需要冷战 不需要冲突 但是我们可以有激烈的竞争 我们也必要的时候呢会有合作 这个主轴啊很清楚 这个主轴呢 其实连中国大陆这边也都会能够理解 世界各国亚洲的国家也都能理解 但是要看你怎么去做 怎么去做 政策上怎么去推动 因为有时候一个单一事件可能会扩散 使得你的媒体政治完全去拘束你 而不敢去进一步去推动这个比较理性的 以及这个对你利益有益的 这些和解的这个政策 那你现在看戴琪终于通过参议院全票通过的这个任命 可是呢戴琪接下来 怎么敢去推动 怎么很快的去推动对中国大陆的关税减浪呢 虽然已经高达20%对美国自己本身造成严重冲击了 你怎么减个5%或者是10%呢 我觉得短期内都不会动了 短期内都不会动了 然后呢要把这个气候变先做切割 凯利就说这是一个特殊的领域 不影响到其他也不会去做任何的交换 所以光是气候变因为气候变先对美国的这个影响是很实际的 很冲击很大的不能等也不能够只是自己做 必须要中国大陆一起配合 所以基本上这个合作是必要的 那这个合作是多边的并不是双边的 所以他把它做切割 也就是说气候的合作 或者是这个伊朗的问题 这个是分开的 但是呢我跟你之间双边的 以及我跟你在印太地区的 你是通通的这个就是说破坏秩序 你是通通的 在人权在地缘在经济层面呢 这个不照我的规定做事 不断的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说这种极限压迫的这个方式 所以才会造成整个在安克拉治 在阿拉斯加高层会谈当中 杨洁篪这样的反应 我觉得杨洁篪的反应也是思考过的 当然思考过了 这不会是突然 这个一个即兴的发言的 言辞的内容 语言的内容 有他的即时 或者即兴性 有他杨洁篪风格 的这种 那这种象征 但是呢 大概的方向很清楚 要到 我觉得那个方案A方案B方案C啊 他们一定都思考过 来这个安克拉治之前 中国大陆这边 当然一定会思考过 怎么没有思考过 任何的外交这方面的层面会影响的是多么深远 最后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方式 我想当然也是表示说 enough is enough ok 我已经不能再吃你这一套了 你不要再跟我这样子 居高临下的这个 指的我的鼻子讲话 ok 而且我告诉你这些问题 其实并不是 我而已 你自己内部的问题也同样的严重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讯息表示说 中国跟美国正式的在整个亚洲或者全球的这个强国 大国的这个关系当中啊 平起平坐 然后呢 在亚洲的这个影响也开始很确立 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涵 可是呢 接下来你看马上 美国这边就恼羞成怒了 指的我的 骂我这个黑人命也是命的这个人权运动 是美国的这个种族问题 杨洁篪其实还跟他多讲 你在这个针对亚裔的这个歧视 更是你 从19世纪反华法案 排华法案 那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法案呢 华人那个时候帮美国整个这个基础建设 铁道工程 贡献了多少 最后 离开就是离开 整个排华法案几十年 然后到今天 还是不断的出现 这种歧视华裔 歧视亚裔 他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中国人 日本人韩国人 整个歧视亚裔的这种攻击 语言的攻击到 暴力的攻击 对不对 在San Francisco 住了San Francisco 26年的这个老太太 会被一个30多岁 高大的白人 金法白人 攻击 那老太太勇敢 马上的反击 反击之后 这个白人反而是 这个就是倒下来 会看到那个当场 就是警察去安抚这个老太太 但老太太已经受到那种创伤 不断的哭 家人帮他募款 希望能够募个 就是两万元的这个医药费 结果 现在超过五万美元 大家支持他 可是你看陆续还是发生 亚瑟兰大的攻击事件 杀人事件 美国会是一个 这种安全天堂吗 你当然相较于中南美 获的是 现在连印度每年都有超过一万 每个每年 每个月 超过一万人 想要从这个墨西哥 进入到美国 而且人蛇集团 事实上收价都还蛮高的 所以这些问题 当然美国不能够接受 这是他自己的问题 不是你中国大陆 哪一个人来 这个问题指责我 你指责中国的东西 不是同样的态度吗 所以呢 22号 你就看到 这么凑巧的 欧洲的会议就通过了这个 针对新疆 的维吾尔族的作为是种族灭绝行为 所以制裁 在新疆 相关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官员 美国英国 加拿大 也跟随了制裁 认为这是种族灭绝 加拿大的议会 以266票比0 认为这是种族灭绝 各位 种族灭绝啊 连美国的国务院的法律办公室都认为 不可以这么说 连日本的外务省的官员 都跟自民党的议员说 他不是种族灭绝 连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 跟澳洲的总理这个 莫里森都说 不能叫他就种族灭绝 但是美国不管了啦 反正蓬佩奥已经这么说 那布林肯也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呢 也跟随这样一个论调 很好用啊 因为 大家觉得很清楚啊 而且大家觉得 你看 这就是一个残暴的政权 对这个威吾尔族人的这种集体的屠杀呀 种族灭绝 破坏他的整个文化呀 多么残暴 多么违反人权 但是事实如此呢 因为我们看 我仔细去看欧洲这个联盟 欧洲联盟以及美国的这个 这两天的这个文书 他的公告说 他依据三个 这个证据 第一个 卫星图片 卫星图片作为证据 第二个 这个 一些实际的这个 受害人的这个指控 第三个 中国大陆自己的官方文件 所以你的调查报告在哪里 你的真正的这个 实际上调查报告 事实上超过一千多个 就是这个 就是说外国的使节 新闻人员 曾经都到过新疆去过 而这一千多个 以及超过一百个国家的 这些使节记者都到去那边过 可是我们现在看 所有从欧洲到美国 这些指控的 这些去过的人都不是 他消息的 以及证据的来源 也就去过人就没有再这么讲了 这不是种族灭绝 这是什么呢 这是比较强势的反恐措施 从欧盟到美国 英国加拿大 这两天针对中国大陆 新疆的这个所谓的制裁 种族灭绝的制裁 哇 种族灭绝这四个字要念大声一点 基本上我认为是 中美阿拉斯加会议之后 布林肯搞砸了 造成他的这种不可接受的 恼羞成怒的 等于是反应 反击 也就是告诉大家 真正真破坏人权的 而且进入到种族灭绝的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国大陆 针对维吾尔族 我们从卫星图片 以及这些实际的这个受害人的口述 还有呢 中国大陆自己的官方文件 中国大陆官方文件 你告诉我在哪里说那边有种族灭绝 是不是 然后呢 他认为说 因此证明 尽管是 实际上维吾尔族过去这五年六年的期间 人口从一千万能增加到一千两百五十万 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然后呢 经济的成长 更不要说整个新疆 的经济成长 包含维吾尔族的经济 这个就是说整个平 这个脱贫 成效 这个非凡 所以没有任何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所称的 国民整个一个国家或民族或种族被全部或部分的消灭 没有这种形式 但是大家都忘了 蓬佩奥在讲这个种族灭绝的时候呢 他把从小布希时期就认定的这个东伊运的恐怖团体呢 他把他这个恐怖团体的这个认定给取消掉 事实上 美国911攻击的时候 攻占了阿富汗 拿下了伊拉克 在从 这个曼谷开始 全世界包含美国在古巴的关塔纳摩的基地 建构 针对酷刑 刑求恐怖分子或疑似恐怖分子的黑牢 不愿意进入到美国本土 因为进入到美国本土 要遵守我们美国的法律 我们美国法律是讲叫人权的 所以可以去外面把一个国家 一个种族攻占 到现在 你看塔里班 不是要打塔里班 那个时候不是说塔里班包庇这个宾拉登吗 所以就要打塔里班 塔里班没有去发动这个911恐怖攻击哦 不是塔里班组织哦 只不过是他包庇 然后呢 就去打他 整个占领阿富汗 到现在 911到现在 20年了 塔里班 政权 事实上基本上已经快掌控阿富汗 而 奥斯汀到阿富汗前两天 现在美国在阿富汗驻军只剩下两千人 事实上就准备要整个全部的撤军 well 你们乱是你们乱的事情了 谁在做真正的不公平不公义的种族灭绝的事情啊 对不对 针对整个就是伊斯兰国 还可以去跟伊朗的民兵合作 对不对 所以 然后你看到实际真正发生种族灭绝的这个 罗辛亚族 还有在非洲过去的糊涂族提示族 美国却无动于衷 也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制裁啊 有啦 这个 缅甸有 针对一些军政府的 个人有制裁 所以他现在基本上 我觉得是 用种族灭绝这样一个撑法 针对其实中国大陆在军将强势的反恐的作为 当然 过程当中 在执行上有违反人权的 这种案件 我觉得这要提出来 也必须要改进 但是呢 你把它一下子提高到种族灭绝 这个 其实我觉得司马昭之心 大家都知道你其实在跟中国 基本上在做对抗 你要一个师出有名 各位要了解 整个西方的历史 要去做任何的征战 从帝国主义的这种扩张 殖民主义的这种占领 船间外交 这种枪炮外交 各式各样的这种条约 不平等这个条约 从非洲的整个占领跟分割 到整个亚洲的 这整个殖民 所有的战争 通通西方要有一个很重要 他们文化有一个很重要 基督教的文明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点 叫做义战 叫做just war 义战 just 也就是公义的战争 一定是师出有名 是应循上帝的 公理的 公义的 这个原则 跟指导 我们不得不 去做这种对外的 这种征战 扩张 以及制裁行为 我代表的是 人类文明发展的 这种方向 我代表的是 整个文明提升 所代表的这些 这个标准 不能一味否认 西方文明的内涵 它里面是有 我们值得学习 我们现在的亚洲 的这个整个 这个局势的发展 很多次 容纳 接纳了 内化了 很多西方文明的 优点 但是呢 所有这些国家 的对外的这种 军事经济 到金融的这种 扩张跟掌控 其实都是用 同样的这样子 一套逻辑 驿战 这个驿战 现阶段最有名 最好的 因为现在不会真的 进行领土的攻占 甚至大规模的战争 以现在的全球化 跟整个这个 全世界的连结 其实这种大型战争 当然是 这个结果非常惨 所以呢 你现在进行的是 经济的 外交的 科技的 各地缘的 从包围到制裁 到做脱钩 这是接下来 拜登会这么做的 所以呢 你必须要有一个 师出有名 而人权 甚至提高到 种族灭绝的人权的违反 那这个是完全 不可以接受的 其他的东西 什么都不要讲了 其他的东西 任何的合理化都不行 因为已经到达 种族灭绝 这是世界公罪 万国公罪 因此呢 我绝对是 师出有名 异战 所采取的制裁 接下来所采取的包围 你如果不配合我 你难道就去支持 一个种族灭绝的政权吗 哇 这压力会很大哦 所以现在拜登 他这几天在不断的练习 他不断的在 这个季小超 这是Fox News的 这些评论员 在那么说的 我不知道真假 不过呢 他是真的没有 任何的这个行程 应该今天好像有一两个 但前面两天呢 以及整个周末 他没有对外 任何的公开行程 他在准备这个记者会 根本就知道 他的身体状况是 是令人担心的 他 来自于内部的 政治上经济上 以及现在政策上的压力 是非常庞大的 这个压力可能会对于 他的现在的身体状况 会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他这个时候不要再多一个 来自于对 处理中国政策的这种压力 跟挑战 因为这个很复杂 看不到立即的效果 不会得到国内的掌声 连党内都不会 你现在去降低跟中国大陆 关税5% 不得了 骂声 就会接着来 所以我觉得他的记者会 一定会被问到中国的问题 现在他的幕僚不断的帮他整理 你看呢 就是在这个 所以我说布林肯搞砸就是什么 他这个阿拉斯加会议 本来是说他要满足 你看 印太国家集结在一起 开始真配合我们指责中国 中国也只有 只有过去那个老套 也就是不接受 然后呢 这个表达抗议 也就是这样子 没有想到反抢回来 那当然呢 马上就配合好一个 针对新疆的种族灭绝 所以这一次在拜登的记者会 我预言 一定会被问到 他自己一定会先提到 对中国大陆的问题 也会问到这些具体的这些问题 我觉得两个重点 第一个 我们亚太印太的国家 我们要集结我们的盟友 从四方到双 到许多的这个双边 以及我们五眼联盟 都重视这个印太地区 所有印太国家都集结在 我们的旗帜之下 要来对抗在民主人权价值面 违反 国际秩序 违反我们文明的标准的 中国大陆的政权 因为他有在进行的种族灭绝 因为他针对香港 针对台湾 针对整个东海到南海 在采取挑衅的 改变现状的 这些作为 拜登一定会这么说 也许他本来甚至都还是可能想要做谈的一点经济的东西 但今天这个氛围上 这个礼拜四 台湾时间礼拜四晚上和礼拜 四的这个礼拜五的这个清晨 不会谈到过于这个具体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什么呢 冲返印太 价值反中 今天到这边 谢谢大家 拜拜